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 越南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估计增长20% 来看详细内容 12月14号在主席府 越南国家主席转春福会见了正在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韩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程其红 转春福指出越南与韩国建立合作关系30年后 在终治 国防安全 经济 文化 旅游和民间交流等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 转春福重申两国关系不断取得长足进展 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 而且还未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 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 韩联社社长程启洪相信越南国家主席对韩国进行访问之后 许多韩国企业将赴越寻找合作和经营投资机会 他同时表示通过此次访阅 韩联社将升级与越通社的合作层次 总而切实展开两国全面单略伙伴关系 转春福强调越通社是越南官方信息来源 希望韩联社为越通社有效展开业务活动提供大力支持 转春福相信两家通讯社将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 为促进越韩有议和全面单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使用效法展做出积极贡献 香港市人民委员会12月14号 举行连着港建设项目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此项目动工仪式 越南国家主席转春福出席并下令启动这一重要项目的建设 联兆港港口公用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 根据规划联兆港总面积为450公顷 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考察和评估 联兆港有足够的条件投资兼设成为 与胡志明市新港和海防市立县同等规模的国际港口 转春福在动工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 联兆港港口公用基础设施项目 是香港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香港港不仅具有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潜力 而且在国防安全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国家主席转春福表示 联兆港项目一期工程年货物吞吐量可达500万吨 下一阶段将开发港码头 以减轻鲜沙和山茶等码头的负荷 同时减轻经过香港市中心的道路交通压力 加强区域间互联合通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因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的邀请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和越南高级代表团 从12月13号到16号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 和出席东盟欧盟关系45周年纪念峰会 当地时间是2月13号下午 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在首都布鲁塞尔埃格蒙特公 举行仪式 邀迎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一行访问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各级代表团 尤其是高层互访 继续有效开展双边合作机制 范明正与德克罗鼓励两国各机关和企业 继续全面和有效展开越欧自由贸易协定 建议比利时尽早完成越欧投资保护协定 批准进程 鼓励比利时赴越南对数字化转型 可在省能源、港口和技术设施等比利时优势领域进行投资 支持欧洲委员会早日解除对越南水产品的黄牌警告 德克罗强调 越欧自贸协定是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表示将促进尽早通过越欧投资保护协定 高度评价越南在渔业可持续转型中所付出的努力 范明正希望比利时援助越南发展循环农业和智慧农业 双方一致同意扩大两国在国防安全、教育培训、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两位领导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会谈后 范明正与德克罗见证了两国各部门、地方和企业之间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地时间是2月14号上午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与老沃总理坎潘维派万和柬埔寨首相洪森共进工作早餐 这是三位总理自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的首次会晤 三位领导就加强三国经济社会合作的措施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 强调尽管世界和地区局势复杂难料 但越劳减三国合作关系仍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三国领导一致同意加强独立自主经济体的建设 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想结合将至视为三国战略优先 关于地区和国际问题 三国领导强调将继续密切配合 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东盟团结统一 以及东盟的中心作用 当天上午 范明正总理会见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范明正建议两国有关机构紧密配合 最大限度地利用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优势 力争把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亿美元 加大各项发展合作项目开展力度 继续提高科技 应对气候变化 房屋及环境等领域的合作效率 建议西班牙支持欧洲 解除对越南渔业的黄牌警告 西班牙首相承诺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将督促各成员国尽早批准越南欧盟投资保护协定 对越南不断提高的地区和国际地位基于高度评价 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数字化转型 和在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此前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与老沃总理 砍判维派万会晤 双方一致同意努力化解困难 推动遇到困难的各项目实施 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继续走深走实 全面发展 两位总理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在尤其是董盟 联合国和四区域等地区和国际论坛上 保持密切配合 互相支持 出席题为 加强东盟欧盟贸易 为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东盟欧盟商业分会时 范明正提出五点建议 其中呼吁加强国际团结 推动多变主义 企业要加强对接力度 各国的法律规定 应确保国家企业和人民利益和谐 风险共担 范明正表示 企业应将重点放在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 食品安全 能源安全 网络安全等领域上 范明正强调 越南一贯奉行独立自主 国际关系多变化 多元化 对立于和平 有益合作与发展的外交政策 12月14号 月通社社长伍岳庄 与由韩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 程其红率领 反问越南的韩国联合通讯社代表团 举行了会谈 月通社社长伍岳庄介绍了月通社情况 感谢韩联社作为亚太通讯社组织主席 为月通社深度参与该组织的事务创造条件 并相信该合作框架下的各项合作活动将有效开展 并承诺为韩联社组合内记者提供支持 程其红表示 月韩合作30周年图片展 将助力增进月通社与韩联社的关系 进一步深化韩月合作关系 月通社与韩联社的会谈 将有助于推动两家通讯社的合作关系 迈上新高度 程其红说 在韩国 月通社一直被列为世界上可靠通讯社行列 在担任亚通组织主席的三年期间 月通社为该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今后两家通讯社 将加强多媒体信息产品的合作 加大打击虚假信息的合作 只此机会 双方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 当天上午 由月通社与韩联社联合举行的 越南韩国合作30周年图片展 在河内开幕 该图片展举行的目的在于 庆祝月韩建交30周年 和两国双变关系 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0年来 越韩关系在政治 经济 文化社会 核教育等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互相成为彼此战略伙伴 两国媒体 特别是月通社和韩联社 对能为促进越韩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感到自豪 越南韩国合作30周年图片展 共展出66张展板 都是从月通社和韩联社资料图片中 筛选出来 充分反映两国在30年合作 和双变关系中 在经贸、文化、教育和民间交流等领域的 重要里程碑 该展充分体现了对月韩之间的关系 继续扩大和得到巩固的信息 和平省安水县玉良巷大同合作社 之前举行对英国出口受批 近11顿掩柚子发车仪式 这批柚子对外出口是大同合作社 乃至玉良巷农民努力的回报 截至目前 和平省掩柚子种植面积约2300公顷 分别占全省柚子和柑橘类水果的45%和22% 其中安水县掩柚子种植面积超800公顷 2019年 知识产权局已签发安水掩柚子集体商标证书 该县种植掩柚子最多的地方有玉良 团结两厢和形战阵 其中玉良厢掩柚子种植面积约300公顷 特别 大同农业合作社的30公顷掩柚子 已获得种植区号 越南良好农业规范证书 并被承认为一厢一品产品 决通社驻意大利基础报道 第26届米兰国际手工艺品博览会 从12月3号到11号在意大利米兰举行 来自包括越南在内的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300多家单位参加 吸引参展人数100万人次 博览会是加大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对接 也是向意大利乃至国际友人推广越南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形象的重要机会 越南在改博览会上的手工艺品站位一直吸引意大利公众的大力关注 我们将为越南企业参加改博览会创造所有便利条件 参加该博览会 越南希望向国际友人介绍仿制品 手工艺品 农产品 礼品 等越南的各种优势产品 这是越南企业介绍其产品 直接与客户 消费者 伙伴企业 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 从而更好地了解市场的需求 和制定适合的生产经计划 从而助力越南手工艺品 成功进入意大利和欧洲市场 据越南贡卖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局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 越南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估计增长了20% 交易额约达164亿美元 截至目前 越南网络购物用户约为5700-6000万个 人均购物额达260-285美元 预计未来几年越南电子商务增长将继续成爆炸式增长 在东南亚地区仅排在电商交易额达1040亿美元的印度尼西亚之后 相当于新加坡 在本地区中 越南同时也是仅次于新加坡的网购第二大国 近年来 电子商务成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中重要的销售渠道 越南企业增加对网络营销渠道的投资 预计2022年 越南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4亿美元 增长20% 越南县光市软壁城广场工程 最近荣获亚洲都市警官奖组委会 公认为2022年亚洲都市警官奖 亚洲都市警官奖于2010年创设 基于善待环境和持续安全 尊重当地文化和历史 艺术含量高 以及可借鉴推广等5个指标进行评选 软壁城广场工程 是荣获亚洲都市警官奖的11个工程之一 占地面积8.5公顷 其中胡伯伯纪念碑是该工程的亮点 软壁城广场工程 获此殊荣 将有助于向国际朋友推广 算光家乡的美好形象 从而有力促进未来期间地方的旅游活动